那么每年跨年的重头戏台北101烟火再过两年会不会就看不到了呢 这原因是因为南山人寿飙向101旁边的袁世茂二馆的地 准备要盖45层楼的高楼 经历101只有60公尺 那么由于释放烟火需要安全距离 如果不想想办法 一驻请天的跨年烟火可能会成为绝响 台北101跨年灿烂顺利的烟火可能再过两年 就看不到了 南山人寿飙下原本世茂二馆的土地 预计新建四属层楼高272公尺的大楼 成为台北第二高楼 而且紧邻台北101只有60公尺 隔壁附近的楼可能会盖到270几米的高度 其实它对我们的水平距离应该是100米的安全距离 跟落雁的垂直距离是150米的情况之下 我们线距离它其实预计只有60米 所以一定会势必受到影响 基于安全考量被CNN评为世界十大最赞烟火之一的跨年烟火 可能就看不到了 在跨年夜晚耸立在台北街头的101烟火 如果真的就此停办 让民众觉得真的好可惜 之前每一年都会来这边看 还蛮精彩的 所以看不到就觉得 蛮可惜 蛮失望的 可能就是如果看不到会觉得有点可惜 不过101表示虽然有困难 他们已经积极找出解决办法 甚至不排除两栋楼一起释放烟火 想办法不会让101烟火从此消失 有点TV李天佑志轩 台北报道